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窗王, 今次来到灵智音响, 为何我会无端来呢, 因为我手头上这一盒是期待已久的LAGUA WEFANCE 窗口 这一盒窗口在网上已经宣传过两个月左右, 大家也很想听这一盒窗口的表现是怎样的 今次灵智音响通知我, 这盒窗口足以到香港了, 今次专门过来与广州的洛杉一同听听这一盒窗口有什么买点 进来后见到洛杉, 先介绍洛杉, 洛杉是来自广州的达声音响 这次洛杉专门在广州为了这盒窗口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设计这一盒窗口时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因为LAGUA它做得很好, 它和唱臂的配合了基本性 带有一张唱针的循迹卡, 它已经告诉我, 你的唱针 在第一点位上, 而唱头和角线完全切齐 那已经走出第一点, 第二点是唱针到内圈产生失真的部分 而这次我做的时候, 我刻意地将内圈的准确性提高 一定要到达 所以做的时间真的做了很长时间, 将这个微距里面的准确性提取出来 不如既然它有两个版本, 介绍一下两个版本有什么特别 好的 它一个是4欧, 一个是6欧 如果当在同一个唱方, 我们说高级的 我们知道它的增益特性 能够在你用家的固有对音乐的要求 通常我们以classical计算 我们会有在室内乐和大编制的交响乐 如果交响乐是起来多些的 我会选留高输出的乐 但是如果我是真向性, 我对室内乐特别要求 例如弦乐要很华丽, 我就会向着4欧方面进均 如果我所理解, 4欧那一款就会比较幼小, 幼滑一点 而6欧那一款的场面就会再大一点 密度再提升, 起伏也会比较劲很多 其实最主要就是大家, 如果买一些唱头的话 有两个版本, 记住 看看你平时听开的是什么歌 好像我这样, 我听歌底 我一定会选4音 不是, 我整天播放大, 我选择6音 通常在着士, 一些发烧碟 大的动态的交响乐 我们都会跟朋友分享在高输出 刚才所说的高输出是0.45MV 然后如果是4欧那一款是0.3MV 另外就是, 要所知它唱头的壳 是 这次唱的壳也是值得去讲一讲的 因为上次我介绍的, 这次拉拐的盘 它有一个透明很漂亮的PETA PETA的圈子, 其实上次介绍就是 用一种特别的全新的金属 一个混合金属 第一次用在音响器材 而这次唱壳也是用了这一种金属 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没错 他们对这个金属在做得下的唱头上 有一定的要求 你看它的唱头是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中度的唱重 中度的重量 什么是中度呢 或者简单说 有很多唱头自身的重量大概是5-6克重 中度就在10多克左右 重量级的去到20多g重 是是是是 有些可能用天然石的那些 是是是是 那些可能真的20多g 背着整个石 我当然重了 你想想到吧 整个玉石的穴头 是是是 但是这个Lava它非常之聪明 它的唱针油顺度 配合了一个中的自身的重量 而配合一支适合它用的单点碳纤唱臂 刚好这支唱臂的质量 和这个油顺度的配合度非常之好 是 因为当油顺度和唱臂质量配合得好的时候 它的鞋震频率 就会往往落到我们耳朵不闻的地方 不干扰我们听音 尤其是在低、中、高、上位的准确性 更加好 这次是它的革命性 换言之 其实这粒唱头那个 因为它的唱重都适中的关系 其实它都适合现在市场上 大部分的唱臂 就是唱臂 对了 没错 不需要特别要用一支用来担重头的臂去弄 没错 是吧 除了那个唱 就是那个重量之外 然后里面 刚才说那个 我们说过4 音 是吧 和6 音的version 没错 其实 除了输出的分别之外 就是里面的线圈 它这次用了纯银 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用纯银 但是它的纯银的要求 我相信它已经是 在现今的科技上面 是会和以往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暂时我就从声音上面听到它的表达 它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空间 和动态 都给到我一个很好的考虑 是 是 哦 因为我记得它是 如果6 音的话 就会多些线圈 是吧 就是20个线圈 没错 20圈 是 如果4 音的话就是12圈 没错 是 是 用纯银的 而针杆那边 它这次用了一个宝石 红宝石 针杆 双石的方式 都看得到它应该是在针杆上面串穿一个洞 将一粒石 涂下去 是 再加上我想应该都是属于 紫外光的那种胶水 是 应该那个稳定性和准确性都很高 它还有一个革命性 就是 它四个支点 那个 左正 左负 右正 右负 就是一个接点 接点 接点 引线的部分 它是一个整体的金属 去到线圈的接点位 哦 所以它将这个部分 减到最少 我们有图片 配合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处理的方式 并不是一个线圈 走了几条 哈梳出来 然后在那个部分看点 哦 它就缩到最短 是 导通点是比较 更高的要求 OK 这个有革命性 好 那我们谈了这么久 不如先听听歌吧 好 听听歌之后 我再和诺三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评感 好吗 好好 清溪边 江水浅 一江春水 倾出你善业 心满是情话 却是微闹月 只忍今天放心似闻月 曾共呢 玩手结果尝无恋 是 好了,诺先生 刚才和你听完 两首 一首是林子祥 一首是黄武的 是 在我港外听感之前 我看到有两个器材 是我未听过 包括 除了刚才的窗口 还有 佳龙的 Reference 系列 那个是Master Collection 是吗 Master Collection的Reference 最新的 即是现在在俱乐部的新款 这部新款 这部改善了什么 首先 它的外壳 和内部的零件 是优化了 它的变购已经和 在俱乐部的 是有些不一样的 外壳 还有 里面的零件 这次更加 高grade 是有些不一样的 OK 因为现在俱乐部的一部 也是分体 也是分体 也是Reference 不是Master Collection 没错 新款的Master Collection 当然就是 好像之前我介绍过的 前后级 也是 一支性的 而脚 现在看外观 脚也是用了 CMS的1.5 至于里面的用料 遲些有机会的话 我再拍多条片给大家看 不过今次这条片 我们主力说回 窗头 好 另外 在港载流之前 我们还要说 这对喇叭 因为这对喇叭 我只是第一次听 就是天使的耳脑 叫做Aura SE 这个model 我只是第一次听 因为我在妈妈的歌 我听过一只小朋友 之前在林子里也听过一只大脑 反而二脑我真的没听过 好像放了出来 也不是很长时间 刚刚到了大概有两个月左右 因为这次我看到 后面的皮是比较漂亮的 我觉得比较漂亮的 还有天使喇叭最棒的 就是上面的胱 其实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换木也行 有很多款不同 给你换的 所以大家如果走开中环的话 就记得来令志 在这里听一下 好吗 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我们听那两首歌 好 首先我在听林子祥的时候 其实 那种 第一 林子祥一出声 那种 他那种运气 那种 给我那种感觉 是很清晰的 没错 对吧 他那个人声的表达 是多有肉体 和厚度的厚底声 是很清晰的 刚才我们刚刚在听的那个 应该是华纳的一个 旧作品 是很清晰的 林子祥其实年轻的时候 今天我都65了 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经常听他在现场唱 他的气量很足够 是 起伏也好 是 有时我们坐得比较前一点 听到他的口水 的变化 我也觉得很奇怪 后期我们再在唱片上慢慢追求他那种真实的还原 好像略有所失 是 不过今天 你和我都可以听到他就站在你眼前 是 是 是 水仙程这一首那种缓慢的起伏 是 吸气 呼气 在咪里的那种变化 是完全感受到 是 不会是一个好像朋友说 一个很 巨大的感觉 是 这次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是 还有 我们刚才第一次 听的时候已经在听林指墙 在听林指墙的时候 亦给了那种感觉 那颗头进入的状态 也很快 就是 因为我们听着那些声音是变的 转变的 没错 其实当我们在一个高级系统 唱头由冷到入状态 那个过程 如果那个系统真的分析能力很强 能够达到你每一个细节的信息量都能够 完全表达给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刚刚从冷到入状态 到再进入一个更好的 表达期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 我的唱头未 run in 未做好 是 未做好的时候 声音会比较平淡 是 刚刚开始 对不对 大家都听到 那个音像会比较大 没错 但是慢慢踢菜唱下去的时候 慢慢表达又不同了 是 你立刻觉得整个人的结像就在前面 是 这种过程就是 当系统达到一定高级的还原程度之下 就有这种表现 是 这颗唱头我觉得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颗唱头在这么快 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 可以半首歌到 是 半首歌到就已经听到那个变化 由 一开始 第一次下针 然后慢慢慢慢 run in 那种变化其实挺有趣的 我觉得是 其实我这里也要首先多谢灵智的同事 这几天来大家很充力合作 互相将最优的 调教 在整体 我们讲的喇叭 调音机 唱放 唱盘 用心用力地做好 能够令到我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将整个唱头的优点发挥出来 唱头本身就是有优点 刚才提到它的用料 制作 物料的更高的追求 另外 刚才我说了人声 人声 其实是 真是很毒的 我觉得它比我认知的喇叭声 是更加有种厚度的 其实 听人声 我们一般来说 听到厚润 就已经对了 但是刚才还加了少少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感情 空间的表达 它录音的时候 水仙情的空间有个好像幅画 有点表达给我们 所以 有机会我都很希望朋友来这里 找同事大家分享一下 林子祥 这这么早期的作品 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这个就是这个碟 林子祥创作歌集 大家如果 这样 如果有的话 试试拿出来听 我觉得是好听的 真是好听的 搞到 这次来宁智又要搞到我又要再买那只碟 我们说完林子祥的声音了 讲完另外 我们听了 我想起来宁智 我都会听一只碟 这只碟 就是 王家巴雷姆的白板碟 这只白板碟 大家知道 有白板碟我怎会不听 所以 想起来宁智 这些音响我都会播放这只王家巴雷姆的白板碟 是的 刚才我们听了一小段 我听了一些音响 比我听了 其实因为现在那只碟 的唱头 也是六音的 version 对 比我这个感觉 是 真是那个气势 那种宏伟 那种动态 是真的 刚刚我们感受过有一个现象就是整个音场向后场推进去 我们一般朋友说得伤 但是如果在我们听录音能够将整个现场感离伤向后场推进 整个层面又够阔 刚才我坐在这个位置有点感觉是在側墙以外 已经穿了墙,无论后场和側墙已经穿了 当然也要有一张好的唱片 又有一个好的唱头 将唱片里所收录的讯息量能够尽量还原给我们 若果你有一个好的唱片再加上好的上位和曲线更加容易表达 其实这颗唱头现在设置在联子音响这里 我建议大家这颗唱头 大家一定要来听一下 如果你们想试试这颗唱头 其实在香港 你当然也可以上联子音响里 用他们的员工去安排 因为他们可以去安排一个是家访的形式 给你回家听一下 如果你说我是Hindy的网友 找昌王可以吗? 可以 你找我也可以 没错 广州的话找诺先生 我暂时不会想说广州住的 因为现在的通关都是比较麻烦一点 稍微麻烦一点 所以在广州国内的朋友找诺先生 香港的朋友就找我 好吗 多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